討論 吃 ほots 抱抱抱抱抱 解開情人截心劫 癱瘓女玄飛天夢 才無限 放大我夢想 不得嘆其容易 相信堅持 能成就 我們第一次 我不自信 活著無意義 我不完美 但我可以 一飛沖添 對普通人來說 已經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將我平時在Google Map 看的東西變成立體 不用再在Google Map 看別人的勁 對下半身癱瘓近20年的Ribby來說 就更加困難 就算天氣、風向配合 還要克服上山的路 上馬安山安平的山路 原本只需要半小時 但要將Ribby連人帶輪椅抬上山 就要10個義工輪流 用近3小時才上到 坐輪椅因為走不到 我們起飛時要跑 我們就要找助手幫忙起飛 就要趁著兩邊 一起無意氣 跑的動作 70後的Ribby 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身為獨女 自然萬千寵愛 在巴黎讀完設計回來 正準備大展拳腳 怎麼想到一年後的情人節 一場交通意外 改寫一生 沒有想到 發電郵 看一看狗 這些話給我記得 然後 竟然沒有回家 變成一個 製造四肢癱瘓的人 1998年2月14日 Ribby和追求者 去到屯門黃金海岸晚飯之後 就在沙灘談通宵 到第二天 駕車回家 在大埔失控側 在後座休息的Ribby 被拋出車 昏迷兩天 一度危殆 留遠三個月 Ribby雙手 恢復部分活動能力 才令他重現希望 十個月後出院 原本和家人同住的Ribby 更加開始獨居生活 照顧你的人都會病 有一天都會老 我真的要想自己 所以那時已經立刻想定 自己如何穿衣服 照顧自己 我不想出院之後 成為家裡很大的負擔 開接的門對我們很不方便 很多時候我設定了 這些全部插門 變了我們就很方便 住低層安全一點 有什麼火燭 或者有什麼人救你 都容易一點 真的有什麼事 捧你下去 壞升降機 人家幫你下 停電壞升降機 起碼兩層 不幸遇上意外 但Ribby仍然感恩 被其他人幸運 有家人各方面的支持 令他可以專心投入康復治療 現在他靠設計工作 已經能夠自給自足 所有公餘時間都會用來幫助同路人 樂觀正面的Ribby 雖然接受了 終生與輪椅為本的現實 但情人 情人之 始終是他一個心結 我覺得戀愛是會令到我有傷害的 今次的傷害不是你的心的傷害 是你前途你的人生 所以我會覺得不要黏來 你們不要再跟我說愛情 愛情是恐怖的 心結終於在七年前 被現任男友以真誠和愛解開 你當我是你的腳 你說了這句 就實踐你想做的事 這件事就很感動 因為我是一個很有夢想 我的事很想做